虽然日前小S为自家面包店代言而惨陷入香菌门信用风波 但毫不耽误其他明星老板为自己的艳艳摇起呐喊 8月29日由周董投资的天台食堂在台北风光开幕 周董就化身最佳代言人献身 以投资多争餐厅的他更信心满满的为自家品牌派胸脯挂保证 完全不怕重蹈小S的负责 代言的部分 其实因为餐厅其实也没有什么代言的部分 因为本身自己已经开了蛮多的餐厅嘛 那我觉得这一次其实 我觉得经营的这个对象非常重要 那这一次跟宏跟世俊我觉得会非常的放心 不仅从歌手变老板 周杰文在影团的家境也是无人小觑 最新指导的电影天台更获金马肯定入围初选 就连好莱坞剧店变形金刚制作团队都被吸引 又要他一起参与指导 我也是看报纸听说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听到我觉得非常开心 我觉得这个太屌了 我们也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也好想你 不是 如果他专门合作不是说找你当演员 是找你当导演 我觉得这种感觉是一种肯定 一种肯定 代表这个天台电影真的是 好不好 大家再看一下 然后你都已经有画面要听到 那个变形金刚应该要说 哎呦不错这样 我们那里讨论 如果自己当导演的话 我觉得这个变形钢 如果可以 有这个手势我觉得 好像蛮屌的 事业风生水起 周董你就差早日把昆凌取过门了 而天台食堂看当天 正是好友留跟红女儿 小泡芙的满月里 周董看着BB的一脸柔情 似乎已经把赏魂的面头 写满一脸了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